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地动画还有平面设计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请持讯教授跟我们大家谈一下 2016年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国际摄影展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喜欢摄影的真的是很不少 尤其是现在大家用自己手机 能够其实常常可以看到 大家用自己的手机 拍出很多精美的照片 我说觉得好高兴 所以今天请专家来跟大家谈谈摄影 我们来谈平遥国际摄影展好吗 好 平遥这个国际摄影展是中国 大概是中国最大的一个 体量最大的一个摄影街 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 因为平遥在山西是一个 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古城 可能是仅存的一个 从城市的那个样子 和到里边的住家 还都是完全保留 当时那个古城墙的那种感觉 它的摄影展大概是 从全世界要有三万多张作品 在里边展出 所以整个那个城就是一个 全世界摄影师的一个狂欢节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回策展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 是我的一个partner叫李迪 然后我们两个一块合作 策的这个展 然后他是在国内非常有经验 资深的一个策展人 这个展其实是希望 在当时的想法是 怎么让这些作品 能从三万多张照片里 跳脱出来 让人家能很 让观众能很醒目地看到这些作品 来介绍一下这个摄影师吧 他叫Corey Arnold 这位摄影师呢 他是在阿拉斯加一个职业渔民 在那个阿拉斯加的一个普蝦 普蟹船上待了差不多十几年 就是几年如一日的 就是美国白人那种很 他并不是很有各种什么 对物质生活的欲求 他的最向往的就是要进行那种 跟大自然搏斗这种体力劳动 在白令海峡那样 在大船上大风浪里边捕鱼捕虾 国家地理杂志 今年十月份的那个封面故事就是它 然后呢 所以他的作品都是在白令海上面 那个冰冷的海水里边 捕虾的那些渔民的那些生活 还有什么大鲨鱼海豚 还有很几十米高的大浪的那些照片 非常壮观 我们做一个 收购一条大船 把那个船运到平遥 然后用那个船的船帆 做成一个大的海报 来吸引别人去看这个展 然后每个作品都印的 差不多三米多大的 像那个Billboard这么大的尺寸 因为平遥是个古城 买了一条旧的渔船 结果那个城门进不去 因为它才是老式的一个马车 最后就重新定做了一条船 专门量着那个城门 就像拿着竹竿过城门那种故事 你怎么样来评价这次的平遥国际摄影展 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的摄影 非常非常有创意 甚至超过美国孩子的高校里边的学生的创意了 其实是把现代艺术和摄影结合到一起了 不单单是摄影 包括我们获奖的这个展 其实也是把广告学的一些东西和展览放在一起 所以策展人这个活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说你是一个在创作的过程 当摄影师给你提供很好的素材的时候 你怎么把这个菜端上来 这个上菜这一道环节 其实我想到说跟我们做片子也是一样的 你怎么把这个素材更好的呈现给大家 对吗 好 接下来三个单元 那我们继续听池教授跟我们大家谈另外的几个影展 包括明年在美国 你们现在在策划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活动 所以等一下也跟大家讲好吗 好 稍待之后呢 欢迎继续收看 斯巴特的观众们大家好 这个我过去在洛杉矶也都看过斯巴特 也看过你的节目 希望斯巴特的观众们 我的心愿希望你们都能得到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现场我们请到的是 Laguna艺术学院的副教授持讯副教授Michael G 教授摄影 3D动画还有平面设计 那么这个单元接着跟持教授讲 另外一个展览就是今年夏天的一个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 其实是我第一次测这么大的一个展览 他们是包罗万象所有的 有学校的有全世界各地的 有纪实类的 有艺术类的 全都有 他们今年我测的这个是叫美国当代人像摄影展 美国当代人像摄影展 因为我自己对人像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照相机的发明 自照相机发明以来 人像就是一个最popular的 最受欢迎的一个话题 而且我觉得人像是最难拍的 那个法国的罗兰巴特 他说人像摄影像一个角斗场 说那个有四种想象出来的事物呢 在彼此之间交汇冲突变形 然后这四种呢是想象中的你自己 还有你自己你觉得观众 你觉得那个观众 你的观众看到照片的时候 你想对他表现的你自己 还有摄影师眼中他看到的你自己 还有摄影师用来展示摄影师自己的艺术天赋的这个 这个人 所以这些所有人在一起呢 你不断的 就哪个是真实的 哪个是你在表演出来的 或者你希望别人看到的 这些东西 你要仔细想的话 非常非常复杂 是的 我记得看你们在宣传的时候 做了很多大的照片 做成box放在那个 放在街上 或者是门口展区的附近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吸引人了 这个形式是一次很新的一个尝试 当然也是借鉴了去年的那个 Photo Paris就是巴黎 影像巴黎2015 因为我们这回邀的那个主art director 一个艺术指导是从巴黎请来的 中国特别重视郑州中原的那个 一带一路的发展 他们把郑州盖了一些 特别特别漂亮的艺术馆 还有一个CBD 一个商业中心 有一个湖叫如意湖 他们把那个湖边的一个展场给我了 最早他们还觉得说 哎呦说你给你湖外 是不是不太尊敬这些美国请来了 我们说不我们就要这个湖外 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摄影就走到老百姓之间 因为那个地方 每天早早晚晚都是有跳广场舞的 还有很多好不锻炼的 好棒我看到那照片我喜欢 对很有意思 然后这样大家都是真是 我如果下回再做这样的展 我会把那个box 盒子里边再放上摄像头 因为每个人就看他们的核子照片的互动 小孩都去跟他们合影 然后大人去摆姿势学那个照片 太好了 然后全都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互动性特别强的一个装置 对 其实在那个场景下又可以拍出很多好的照片 就像说布勒松的理论决定性瞬间 其实在那可以拍出很多精彩的决定性瞬间 因为他们和那个背景之间的人的互动关系 和他们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个转换就非常有意思 好那么看到世界各国的有很多的作品 过来参加就是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 那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真是开阔了 肯定是开阔了眼界 因为每个人对摄影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 有这么多人关注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话题 好那么稍待之后呢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等一下呢要请石教授也跟大家谈谈 到底摄影是什么 再见 11月8号呢是美国大选 那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有投票权的朋友呢 一定要去投下您这珍贵的重要的神圣的一票 我们台晚间新闻呢 欢迎您收看 从6点到8点 还有晚上10点到11点 有整整三个小时 关于美国大选的详细的报道 一定不要错过了 我们国语的晚间新闻 无论是希拉丽 还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希望他们能够让美国人民 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美国更繁荣更安全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跟大家主要谈的是摄影 我们现场请到的是 Laguna艺术学院的副教授 池讯副教授 Laguna College Art and Design 接下来呢这个单元我们想听池教授跟大家谈一下你自己的个展 持续个人摄影作品展 这次这个个展呢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 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策展人 这个展呢是有策展人的 策展人这个称呼可能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以前并没有这种专业是策展人 策展人的话在我们观众理解起来算不算是一个导演 对 他就是总导演 对 他会visualize把这个展的形式和他的整个的那个创新的意义 对 都做出来 所以这个策展人很年轻的一个国际策展人 他经常策划一些国际展览 美国的还有日本的 然后一个 Scarlett Scarlett Lynn 你记性太好了 我看过您的那个微信上发的信息 Scarlett Lynn 对 他是一个学 天分很高 他是学艺术的 所以他当时在早些时候呢 带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宁波的一个展馆 叫宁波当代艺术馆 宁波当代艺术馆呢 是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一个当时一个教会 女子中学的一个礼堂 这个楼特别吸引我 因为非常有历史感 而且是当时那种 好像是那个就是宁波江南那种有点洋派的那种 那种洋人盖的教会学校 所以他的窗户都是有点像教堂那样的窗户 很有历史很神秘 然后在这个馆里进行展览 比如说他定做了很多LED的灯 是这样的门框子那样方块 正好 然后一层一层呢 不同的颜色把照片都悬掉在中间 所以基本上是真是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把它们变成了一个现代艺术品 因为照片都是平面的嘛 这样是立体化的 大家可以在中间走来走去 而且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那种时尚的感觉 我觉得时代是不一样 而且像作为一项策展人 我们说是总导演 其实大家要很多新的创意 因为现在不光是中国人 世界各国人 大家看到好的精彩的各种各样的展览和作品 已经很多了 如何要去吸引大家 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 不光是摄影人 尤其是策展人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Scarlett真的是非常有天分 我一看你发过来的照片 我就觉得说 哇 好精彩 其实把你已经 原本已经拍得很精美的精彩的照片 又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没错 对 这就是好的策展人 就是真是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在这个展览里面 太好了 所以这次带去的作品的话 以人像为主吗 对 以人像为主 因为过去的两三年里 我很集中地拍了一些人像作品 对 其实您的人像作品自己的特点 我其实我的人像作品呢 我可能是拍得稍微比较唯美吧 因为我觉得美这个东西呢 尤其在女性的模特 因为那个好像芳华意识 这么美的东西应该留下来 让它永恒 但照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 让这些美的东西能存下来 对 我觉得照片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因为它可以让这个历史 或者是让这个精美的瞬间 永远地记录下来 因为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 是任何强大的力量 不能够再复制的 是 没法再回到过去了 对 所以照片呢 就是摄影 我觉得照片这个 包括像绘画的一些作品 这是那么的难得和珍贵的 对 因为每摁一张照片 其实这个moment 这个瞬间 就没了 一去不复返了 再也没有了 这么想想其实很有悲剧色彩 没错 因为其实照相机卖的第一个 销量第一个高峰是一战之前 美国 因为当时说很多孩子 就是家里的那种青年 都要去参军了 就是前途未卜 大家就每个家庭赶紧买相机 但就是因为当时科达 就是推出那么多 大家可以买的相机 然后最后 其实很多人最后就留在 家里的壁炉上面 或者谁的签家里边 就再也没有了 对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讲到说 您个人的这次的摄影展 也相当的成功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简单的 请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好像这个概念 您说卓琳 你这还要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一个蛮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到底您怎么看摄影 它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简单的 从两方面看吧 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方面 就是可以记录 通过你的构图 用光 还有抓住这瞬间 来记录你眼前的这些好的 这些事物 还有一种是艺术层面的 你肯定会 每一个人拍出来的东西 都不一样 因为他看到的东西 就不一样 是怎么看这个世界 有一个哲学的色彩 是你怎么选择 你身 你日常眼前发生的这些东西 你怎么选择你想要的 这个精彩的这个瞬间 下面一个单元 我们想请持教授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明年 因为你们艺术家们和学者们 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展览 那是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 所以下一个单元 咱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好吗 好 没问题 稍待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看 如果大家对持讯教授的作品 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上到他的个人网站上 了解更多持讯教授的作品 欢迎您去学习和欣赏 持讯.net 再会见 今天现场我们请到的是 Laguna艺术学院的副教授 持讯副教授 是教授在学校教授摄影 3D动画 还有平面设计的 那请持教授 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明年的秋天 在斯坦福大学 有一个 你们专家学者的一个展览 明年在斯坦福大学 要举办的展览 承办单位这个组织 叫全美高校中国艺术家学会 然后这个学会是 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 纪语教授创立的 然后这个展的策展人 是欧克拉荷马大学的 张绍倩教授 因为在美国大学里边 教艺术和设计的教授 并不太多 可是我们觉得 有特别好的机会 把大家集中在其来 然后用来展示 咱们中国人 因为越来越多的 重视艺术和设计 然后给美国的主流文化 给他们看看我们的作品 然后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真好 那展出的 都是你们教授们自己的作品 还是有学生的作品 主要都是教授的 教授的 然后它是 这个展呢叫 字为体 书为语 是跟中国汉字有关的 就是以汉字作为元素 来围绕着汉字 做各种艺术品和设计 因为汉字本身 就是无所不在 然后它可以做成 在设计里边 可以做成logo 可以做成商标 可以做成书籍 可以做成广告 做成包装设计 所以您自己有什么构想 就是说要 比如说做一些自己 曾经没有做过的作品 你提的是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 因为汉字 这么多年了 从甲骨文到现在 几千年 它本身这个汉字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艺术品 因为它经过那么多年的 文化沉淀和 在里边包含了很多信息 然后又是一个 为数不多的图形文字 所以它本身 中国又有书法艺术 所以书法 篆刻 还有这些 当然更新的 所有这些方方面面的 都可以包含在里边 我当时想的是 我觉得 中国的汉字 应该跟 世界的新的科技接轨 所以我的一个构想 我现在正在制作 跟大家透露一下 是 透露一下 做了一个像玉玺的那样 一个图章 很大一个图章 但是我刻的里边 刻的字呢 不光是汉字的篆字 我刻了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 里边欠了汉字 就是所以是 它不光人能读出来 它用手机去扫 这个二维码 也能从多媒体的手机 或者iPad上看到 中国汉字的介绍 而且我后来写了一些 互动的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 汉字的外来语 像什么巧克力 罗曼蒂克 所有这些 就是从 不光是英文 从全世界各种文字 引入到中国汉语里边的外来语 所以你们将这个二维码 这个汉字 刻在玉玺上面 对 所以大家是可以看可以摸 而且可以用手机扫进去 以后了解更多的内容 对 而且可以扣在一张纸上带走 变成一个小的纪念品 对 有一个互动在里边 对啊 你看您做这么多 像您在学校教学生 因为您教他们摄影 教他们3D动画 还有教平面设计 学生喜欢池老师 上池老师的哪一堂课 其实我觉得您的 像设计的理念 还有包括像你 有3D动画的制作 这些其实 也是应该是很精彩的 谢谢 学生喜欢哪一个 好像还都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就喜欢嘛 而且 所以我尽量让他课 对 变得特别有意思 我要自己觉得有意思 才觉得 我可能学生最喜欢的 我的创意的课 但是因为我觉得 创意设计 这个课本身要有创意 才能启发别人有创意 对 所以我们 其实我昨天晚上刚上的课 是做一个 视觉比喻和修辞 就是视觉语言的 比如说 咱们的verbal 日常的对话里边 有拟人 这个形容 这个比喻 然后呢 我们做图的时候 一个学生 做一把椅子 他就说 椅子腿 像椅子腿 如果像我这样盘着腿 把椅子腿做成盘腿 这就是椅子的一个拟人 然后如果椅子的扶手 变成一个手的形状 这也是椅子 就变成一个人了 就把赋予这些不能动的东西 赋予他的生命 然后他们就有活力 然后更让人觉得吸引人 对啊 真好 然后就做了一系列这种 各种比喻和修辞 在视觉语言里边的 教创意 是真的是要有很好的创意 来教创意的 而且像您摄影设计和 平面设计和3D动画 其实我相信修不同的专业的学生 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有很多东西 都是要共同来学习的 对 其实都是相通的 出类旁通嘛 没错 非常谢谢您 我是朱磊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